美军B-52H轰炸机再次飞临朝鲜半岛 美日韩三国将常态化举行反倒反潜演习 而太平洋舰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 朝鲜进行新型洲际弹道导弹首次试射 而太平洋舰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 是否为应对半岛局势升级 现在把这个太平洋舰队啊 就是进行这种实战化的 或者是高度戒备状态的突击性的演习 一方面是进行实际的检验 还有一个就是要做给美国和日本看 要作为一种回应 所以你看他这个演习的区域 是在几个关键的区域 美军启动年度全球雷霆二三战略核演习 北约秘书长再次渲染所谓中国挑战 国防部发言人回应称 坚决反对北约接入亚太事务 构筑亚太版北约 美军今日为何要进行战略核演习 北约接入亚太事务 将对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 他上市更多的是做给盟友和潜在的其他的盟国看的 就显示当下虽然很多的国家在认为 美国的整个的战略实力在衰减 地区营养力在下降 那么但是他讲他的核态势的整个的延伸 他上市还是能够无孔不在的 还是能够覆盖盟国的 俄方称俘获无军八二坦克 并称新型电子战系统可屏蔽卫星 无军称击俄军多次进攻 俄军主攻方向是否仍集中在巴赫木特 而新型电子战系统是否真能有效屏蔽卫星呢 防务型观察特邀军事专家为您深度解读